美国总统摇篮的知名学府 哈佛大学不再是全美最佳的大学前三名吗 你可以相信吗 因为最新一期的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出炉 前三名分别是Stanford 威廉斯学院 还有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却调到了第四名 而根据这一项杂志所做的调查 舍弃了过去重视学业还有师资 以及毕业后学生发展这一些综合考量 这一次的分析比较看重的是 学生对学校的投资 还有学生未来就业的薪资回报率 以及变业率 还有学生满意度等等 因此出现了不同的结果